美女秘书遇上帅气多金上司 花式作死仕途上位 只为拿下心仪的男人 可黑哥早已结婚生子 还是个模范丈夫 面对如此疯狂的攻势 黑哥又是否还能坚守本心 拥挤的电梯内 黑哥正在看报纸 很快就只剩他和一个漂亮女人丽莎 女人主动向黑哥打招呼 简单几句后才知道 原来女人是新来的实习生 闲聊间 女人的文件突然掉了一地 弯下腰的瞬间 双腿间春光乍现 出于绅士风度 黑哥便主动帮忙 却不曾想 竟意外捕获了女人的芳心 到达公司后 丽莎才明白 帅气幽默的男人竟就是自己的上司 男助理见他眼神痴迷 随即提醒黑哥已经结婚 丽莎只得感慨说 好男人都被人抢走了 嘴上虽是那么说的 可私底下却疯狂浏览起 关于黑哥的信息 黑哥想不到的是 原本平静美满的婚后生活 即将被打破 第二天一早 男助理因病休假 丽莎顺理成章接替 从来不用女助理的黑哥 近一时间有些不适应 刚上任第一天的丽莎 穿着处处透着些小心机 在与黑哥开会时 故意展现一下自己的特长 黑哥仍然熟视无睹 他还刻意地扯一扯裙摆 然而 这个极品好男人仍旧是无动于衷 可黑哥想不到的是 他表现得越是正经 女人越是喜欢 情场老手的丽莎相当明白 如今这种多精帅气 又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已经不多了 即便倒贴也绝不放过 他先是玩起欲情故作的把戏 时不时在黑哥面前 展示自己那无处安放的魅力 还会偷溜进黑哥办公室 了解他都有什么爱好 然后投其所好 果然这招很有用 黑哥在收到自己喜欢的唱片后 心情极其愉悦 随即礼貌地向丽莎表示感谢 渐渐两人开始熟络了起来 前期好感度的铺垫也差不多了 丽莎便开始成热打铁 当着黑哥的面假装伤心流泪 不知情的男人 一贯的绅士风度 给丽莎做起心理疏导 为了让他不那么难过 甚至安慰说如果自己也是单身 肯定也会为你痴迷 你值得遇到更好的 黑哥只当自己是好心做善事 可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这一幕恰好被好友看到 好友提醒他 别忘了你已经结婚了 一听电知道被误会了 黑哥连忙解释说两人是清白的 可早已看破的好友提醒他 你是清白的别人那就不一定了 此话一出 黑哥陷入了沉思 当晚回到家 妻子询问他今天下午 怎么不接电话 黑哥疑惑了表示自己不知道 看来是女助理倒的鬼 一听助理竟换成了女人 妻子立马警觉了起来 隔天就去公司探办 宣誓主权 然而 丽莎跟没眼力见识的 不仅不避讳 还厚着脸皮上前攀谈 黑哥的妻子差点就当场发飙了 可为了显得自己大赌 还是忍住了不去计较 但他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在丽莎离开时 故意叫错名字 并假意地抱歉 表示旨意没多久他便离开 自然也就没太注意他叫什么 待丽莎离开后 妻子警告男人 最好离这个狐狸精远点 而男人向来也是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可丽莎又哪是什么善茶 趁公司聚会上 强行进入男厕所偷袭黑哥 黑哥害怕极了 他极力地好言相劝 已经被迷了心智的女人 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甚至想把王应上宫 男人刚系上安全带 一个美女便不紧自来 二话不说一把掀开封衣 真是个性情中人 可这番举动直接给黑哥整无语了 这个女人还真是油言不尽 黑哥反复强调自己有老婆有孩子 他还是死缠着自己不放 简直忍无可忍 直接怒声大吼让女人滚蛋 黑哥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实习助理竟对自己如此死缠烂打 为了家庭幸福 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妻子 可还未等他开口 便看到妻子一脸愁容 原来是妹夫出轨了 妻子很是气愤跟厌恶 见状黑哥刚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但他明白这始终是个定时炸弹 于是第二天他便找到公司人士 想要开除丽莎 出乎意料的是 丽莎竟已经主动辞职了 听到这黑哥总算松了口气 虽然看不懂女人的这些操作 但她的生活终于再次回到正国 才过上没几天的正常日子 丽莎又出现了 跨年之夜 男人收到陌生邮件 她打开一看 竟是那个疯女人的性感私房照 老婆就在身后 一顿狂点 鼠标都要点冒火了 终于在妻子发现的前一秒 她彻底关闭了邮件 第二天 她火急火燎地给丽莎回复 再次消失 过了段时间 黑哥出差谈客户 和朋友们相谈甚欢 妻子的电话来了 万事老婆为大 她连忙起身接电话 然而 这时那抹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丽莎还真是病入膏肓 竟以为黑哥是因为工作 不敢和她在一起 因而选择离职 黑哥三观直接震碎 她再次强调自己 对她一点想法都没有 女人哪里听得进去 偷偷地往黑哥的 就被了倒入迷药 毫无察觉的黑哥喝了下去 随后变得昏昏沉沉 好不容易回到房间 倒头便昏睡过去 而在恍惚间 她似乎看到了 丽莎的身影 还对她动手动脚 隔天一早 黑哥突然惊醒 看到身上衣服都还在 便判定昨晚都是梦 可刚出门 竟被丽莎拦下 女人一脸春光 笑着回忆着两人 昨晚有多恩爱 黑哥直接恼了 他很清楚 昨晚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 警告丽莎不要造谣 并表示自己真的很厌恶她 让她不要再纠缠自己 这下黑哥明白了 当初自己好心安慰的一句话 竟造成这样的误会 无论她如何解释 女人只认那一个礼 黑哥束手无策了 只想赶快远离这个疯子 她不知道的是 悲痛万分的丽莎 给她准备了她一份大礼 谈完客户后 黑哥再次回到房间 然而竟发现 丽莎再次衣衫不整地 躺在她床上 她气愤地推开 不料女人竟自杀了 无奈之下 黑哥只好报警 随后在同事们一样的目光下 前往了医院 这个美女秘书真是个心机表 看上了自己的上司 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非得霸王硬上宫 男人明确拒绝后 竟还脱光了躺人家床上自杀了 现在好了 黑哥的妻子被气得当场 气他而去 根本没人信他跟女人是清白的 这还不够 女人就像个疯子 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 男人跟他有一腿 他甚至用自己的钱 以男人的名义 给自己买花 面对警察的调查询问 他则是表现得一脸无辜 说自己跟黑哥是两厢情愿 男人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 还承诺过要和自己结婚 男人真的很爱自己 不然也不会买花送他 为了让警察彻底相信 他拿出能证明一切的日记本 随后警察带着日记本 找到男人当面对质 而当男人翻开看后惊了 这辈子怕是没遇到过 这么匪夷所思的事了 明明从未发生的事情 却被女人写得跟真的似的 这下 他更加确信了 女人肯定精神方面有问题 为了保护家人安全 黑哥申请警方保护 殊不知 女人早已离开回老家去了 又是跟上次一样的戏码 黑哥很是疑惑 这个疯子到底又在玩什么花样 可眼下当务之急 是要挽回妻子的心 为此他也是煞费苦心 做牛做马地讨好妻子 直到生日那天 两人终于解开误会 就此兵事前嫌和好如初 然而好景不久 那个疯女人丽萨又回来了 而这次他竟直接来到了他们家 见四下无人破门而入 与此同时 外住一旦忘记拿钱包的妻子 选择再次折返回家 可刚进门 便听到楼上传来一响 黑哥在上班 孩子也送到保姆家带了 不应该有人 他当即巧声上楼 打算一探究竟 结果开门一看 妻子直接火冒三丈 这个疯女人竟穿着自己的睡衣 躺在她的床上 妻子觉得不可领域 转身就要去报警 女人见状慌忙拽住她 两人很快便扭打到一起 妻子挤压已久地怒火 一并全部爆发 疯女人不愧是疯女人 战斗里也真的很疯狂 好在妻子凭借着熟悉地形的优势 将人引到阁楼 最终 因为地板常年不修复的缘故 疯女人直接踩她掉了下去 虽然确实痛恨这个疯子 但善良的妻子并不想闹出人命 伸手想拉她上来 可丧心病狂的疯女人 竟想拉着妻子陪葬 见情势不对 自己的好心就当喂狗了 直接掰开女人的手 失去支撑的疯女人 快速下坠狠狠摔倒地上 命大的她竟没被摔死 可还没来得及得意 摇摇欲坠掉灯 突然朝着女人砸了下去 这个疯女人彻底死了 故事的最后 妻子因是正当防卫 并没有背负法律责任 她们一家三口终于回归正常生活 突然从来到了 んで 许多残ốc